五彩繽紛的美術作品摆放在櫥窗 工作室里还有一幅画在画架上 这是白白老师开的工作室 同时他也在基隆一间国小等美术代课老师 白白老师除了教课外 也有斜杠接演艺工作 只是日前他在学校把一位学生打了60分的成绩 没想到家长不满直接跑到学校来理论 只说他不适任应该要离校 甚至呛吓说林又昌还要叫他阿伯要校长好好处理 我觉得是不是完全都不重要 但是不应该去讲这样子的话语 不过教育处澄清 市长没有任何亲戚在市政府任职 而老师之所以会打60分 是因为学生作品没达到基本的要求 询问学生要不要再修改学生坚持不改 只是家长提到孩子因为成绩回家哭诉 甚至有不好的念头出现 校方得知后请老师将所有班级的分数 往上调整把伤害降到最低 他的分数是开根号乘以10 等于说把所有的分数集聚稍微不要拉得那么开 那这个目的是为了鼓励孩子的学习进去 不过调整分数的要求让老师觉得不受到尊重 而且白白说询问学生 学生也疑惑的说没有回家哭诉这件事 今天我就是美劳专科的老师 你这样等于是把我的专业就是放在地上踩 我觉得我很没有办法接受这个 我当然是希望说当事人可以我们再做一些沟通 那有一些东西来做一些澄清 那我是觉得希望说这个伤害能够减到最低 这是我们最主要成为一个教育人员 我们最主要的一个工作 白白说对于po文所造成的影响感到抱歉 而接下来有关学生的成绩会再和校方以及家长 做进一步的讨论 TVBS新闻刘欣奎周永轩基隆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